phosph 증 Bull Brand 議局投資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uz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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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dedi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子隆 今天要上投資必休客的哦 休的不會休客哦 油價狂奔兩年高 什麼族群跟著標 油價趨勢獨家大解蜜給你看哦 來 首先我們請三位 第一位 號稱是古巨雞 可是實際上是小 新年的美若天仙 小仙女 我是Judy老師 我不是古小雞 我叫古巨雞 好嗎 我今天非常不開心 對 他覺得很大不開心 他現在負責他了 巨大的代表 竟然想到巨大這家股票 沒有想到我 還在記上 連鬍子都翹起來了你知道嗎 氣死了 先鋒倒鼓 形容別人就是小心眼的 張家軒哥 有巨大你不選 你是選那個有的沒有的 像我就選巨大 當然就很巨大 巨大 再來就是我們笑到不行 笑到不行的 對 男人就是這樣 他現在說男人是這樣子永遠為大小來整變 是不是 誰大誰小 重要嗎 走心了 走心了 男人就這樣子 從18歲 講到現在 來 來 燕麗姐來告訴大家 今天的投資必修課 油價寬分兩年高 什麼族群跟著標 油價趨勢 會心上戒不及 對不對 很債務大小喔 古巨基很債務大小 好 燕麗姐也可以過來一點點 好 油價漲很多嘛對不對 所以大家有空趕快去加油 先講一下 加油 先講一下 其實大家印象如果很深刻的話 去年 油價甚至一度是負的 對不對 那個時候當然是 傳出來有一些角力的問題 對 美國還有中國 這個油不能運過去 對 過去是我們都不要講 那主要是因為這一波就是 景氣回溫 美國解封了 而且大家如果有看新聞的話 你們就會很清楚 其實呢在上個週末 美國連放三天假期 然後所有的機場都塞滿了人 那因為景氣回溫嘛 所以油價這一波也是 長得蠻凶 比如說像布蘭特這八年就長快五成 那現在大家在討論的是 油價會回到三位數嗎 哲哲你覺得可能知道嗎 我覺得不太會 會覺得不太會 因為現在還是 還有那個烈解油 對啊 夜營油的 沒錯 現在其實還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目前市場上的聲音是 一般認為是80塊錢是比較有機會的 那我的看法是呢 我們先看75 如果他75 站得穩的話 我們再進一步看80塊這個水準 但是短期之內要到100塊 我覺得可能性不高 因為現在通膨的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然後包括這個像 拉丁美這好幾個國家都已經升級了 所以呢油價會繼續在漲 但我覺得它漲的幅度跟力道 不會像大家想像中的那麼的快速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好 其實呢 觀察油價有幾個重要的趨勢跟指標 第一個就是剛剛特別提到的 美國啊 歐洲啊 中國大陸經濟的複數的狀況 目前為止這三個 這三個非常重要的一些數字都還不錯 那特別是呢 我們看到昨天美國最新公佈的 初領失業金的這個人數 其實是創了去年以來的新低 所謂去年以來是指這個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的新低 對 表示就是40萬人次以下 那表示確實呢 美國的經濟在復甦 對 好 那更不要說其他的 我們就不細講 我說歐洲跟中國大陸的相關的數字 我們就不細講 那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呢 是要觀察原油庫存嘛 因為我們要看需求啊 需求當然就上來了 因為歐美在解封 那庫存我覺得這一次喔 這些油果組織很厲害 什麼厲害法呢 我覺得他們在複製 鋼鐵航運的運作的模式 什麼意思 就是說需求增加 可是呢我供給不同步增加 所以價格就會往上飆 那因為呢我只要控制到我的 控制好我的供給量 價格往上飆 大家都很開心啊 大家都賺到錢啊 我覺得去年根本就鬼故事 一家人說 哇 那個海上都是油 他說船啊都運滿的油 然後什麼油加富的 真的很誇張 你不覺得嗎 跟現在真的差很多 天然差很多 我覺得股市真的很好玩 有時候你會想到人心的 人心過度樂觀 他們就過度恐懼 沒錯 那目前呢 全球石油的庫存量的變化 跟大家報告最新的一個數字是 現在剩下了3400萬桶 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呢 是五年來最低的一個數字 好 那我們來看右邊這個表格 右邊這個表格是指美國石油庫存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嗎 右下角有一個最新的一個數字 左下角就走從那邊 有一個最新的數字 我們導播好棒 好像是呢 最新的數字是呢 庫存這一週是大減了536萬桶 本來呢 預估只有減200多萬 對 就是因為發生了我剛剛講 就是解封 所以美國人都出去玩 所以呢 會導致這個庫存會持續往下掉 就像燕莉姐一樣嘛 你剛才說啊 剛才前一趴你說 只要能打完疫苗 我管他我就是要去歐洲 對 可是我現在的疑慮是 如果我打國產 歐洲好像不接受了 怎麼辦 看得出來燕莉姐很不爽這件事情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我其實 每一年都去歐洲玩 真的 好 那你就不要打國產嗎 把回來講 把回來講 好 還要看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是 OPEC Plus 7月1號要開會 對 這個會議裡頭會不會做成 重大的決議 意思是增產還是減產 那通常是增產 因為現在需求上來嘛 那你庫存不太夠 對 那增產會增多少 你會增到幾百萬桶以上嗎 目前看起來這個機率不高 所以呢只要維持比較溫和的數字 我覺得尤家繼續往上標 那最後一個就是這個政治角力囉 美一 美國呢現在制裁一了 那如果說美一之間有達成 比較好的談判的結果的話 我想呢這個制裁可能會縮小 而且呢會有利於尤家繼續這個 而不是有利於尤家 就是呢制裁這個撤掉之後呢 反而呢這個尤家會獲得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紓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政治角力的問題 可是我聽說他可能會真的 比較不會制裁了 聽說有可能 我感覺 我不是政治學家 這個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說 稍微研究啦 聽說有可能會比較制裁 就算制裁也是比較表面化一點啦 對 我覺得拜登是比較務實的 務實個性的人 他比較是世界和平派的 他說燕妮姐聽你這樣講喔 這個對石油來講是壞 壞 因為庫存減少嘛 那這個算中性 中性 這個算如果是好 因為油有供給增加嘛 兩壞一好 所以怎麼看這趨勢 大概是四大指 我覺得油價還是會繼續往上走 就像剛剛講的 可是呢你說要到100塊錢 我覺得機率不高 甚至創新高也很難 之前八九十塊 我覺得七十五到八十之間 這個位置是有機會的喔 是 因為呢 我們在台灣覺得景氣不好啦 可是呢在美國 在歐洲的人都覺得景氣很好 他們覺得我倆沒有明天 他們沒有明天的 今天先出去玩再說 對畢竟呢台灣還是全世界一個比較小的地區跟國家嘛 年數也算少啦 對 好我們來趕快看下面的重要的一些概念股 是 社會的族群除了術畫股之外 待會會細講術畫股 紡織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或是跟紡織有什麼關係 因為呢 紡織它需要用到一些術畫的原料 所以呢有些紡織股它有所謂的低價庫存的優勢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巨洋啊 如虹等等 那其實這一波投信買蠻多的紡織股的 好對 所以這個紡織股反而是受惠的族群 那受惠的族群要特別提醒大家 航空跟航域各有不同的題材 是 航空呢只要這個油價大漲 那航空呢因為油價佔他們成本大概至少是兩成左右 所以其實它壓力會比較大 可是台灣的目前不管是華航跟潮龍航 炒作的題材就是逃難啊或者是之前呢 有一些國外的人 國外的人他們因為台灣疫情好 所以他們來台灣希望能夠比較平安 可是因為現在美國可以打疫苗了嘛對不對 所以像我有些朋友 他們也這一波也回美國去了 所以航空股我覺得是比較中性 反而是航運股我覺得有一點拉緊報的味道 意思是說因為歐美在解封了 之前缺貴的問題會獲得紓解喔 因為功能都可以上工了 對然後呢再加上油價大漲 所以呢其實航運的一些成本也會上來 它成本也佔比重也蠻高的嘛 對所以呢其實我覺得這兩大受害的族群 他們會各有不同的表現的題材 好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台書自保其實當然它是這個油價上漲的 最主要的一些指標 可是有人說成本增加也有人這樣想 對可是畢竟它就是相較之下 相較之下它是比較穩健的一些指標的相關的一個概念 可是是不是就像講的 其實電子業上漲漲 其實它有時候也可以跟著 它可以跟著做一些轉價的動作 好那大家看它前四月的營收的年增益真的很不錯 那台書化呢是因為它在煉油場的部分 因為中國大陸有一些新產能開出來 所以反而它的年增益沒有那麼漂亮 整體來說台書集團呢 整個表現其實都還不錯喔 那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我們來看那個結論 台書集團其實今年在五月初 召開法人說明會的時候 他們說油價最多只會漲到70 然後他們也說PVC已經到頂了 所以那個時候呢 所以PVC不會到頂 他那時候說PVC到底 結果大家怕的要死 尤其是外資怕的要死 那時候台巨亞巨亞就吹了點 對 沒錯全部都往下修 後來發現還不是繼續漲 所以這波的原物料的價格其實是 超乎大家的預期 主要就是因為真的是需求有往上走 好那重點是我們來看右邊這邊 股價淨值比 因為我們在之前在很多節目 包括哲哲的節目有特別提醒大家 我們衡量原物料的股價是不是合理 我們要看的就是股價淨值比 那目前的台數四寶的股價淨值比 大概都是落在1.5到1.8倍之間 貴還是便宜 坦白說沒有特別便宜 但也沒有特別貴 意思是說你在這邊可以做一個區間操作 但是你要期待台數四寶跟二線數化股一樣飆 抱歉沒有那個機會 股本太重了啦 對 股本太重 所以呢如果說你有興趣 你做一些布局 我們可以等到它的股價淨值比來到2倍以上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做賣錯 看這四個的股價2倍以上 好我懂你的意思 好 所以再漲個一層多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對 股價只能漲一層喔 對 一層多 所以回到之前的 所以基本上也不會回到之前高點啊 那一層就看大家覺得好不好喜不喜歡 就回到之前高點差不多要走了啦 沒錯 就是這個意思 可能就要超微走啦 當然這不是目標 只是說參考 因為股價淨值比 其實外資最常看的是這個2倍 對 好像是先鋒到股的佳萱哥 佳萱胸有說 就像譬如說現在為什麼他其實 覺得韓韓國 韓韓很難評估 有人三倍四倍 三倍四倍太扯了 他兩倍就差不多對不對 三倍四倍有點高啦 所以說為什麼韓韓股 應該說貨貴三雄 有人說其實就股價淨值比 所以略高了 略高了嘛對不對 稍微略高了 所以外資真心愛的只有台數 意思是說其實外資出很多報告喔 外資說這市場都不錯 但其實呢 我幫大家調了籌碼的變化 外資最近真的有在買買的 比較明顯的其實是台數 因為呢 這個PVC嘛 占他的營收比重是25% 占台數的營收比重25% 所以呢 台數的股價 我們就去觀察PVC的走勢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呢 當這個外資 在一路買的時候 他股價也真的往上走了 那外資最近這幾個假日 大概買個幾百張 甚至幾千張 就只有台數 其他的台數化啊 然後包括南亞等等 就其他的三寶 就可能買個一兩天 然後又賣 買個一兩天又賣 所以呢基本上 股價沒有那麼激情啦 好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我覺得大家更關心的是 二線數化股 我們剛剛不是在講那個 紓困嗎 拿到3萬塊的紓困金 要用什麼 有什麼其他的用途 哪些是 理論上我會先鼓勵大家 你有一些負債做一些處理 剩下的再來投資理解 好 那二線數化股 反而比較標 那免費30塊以下的 我們一起看 最後那兩檔 國橋跟聯成 然後呢 國橋不錯啊 股價淨值比還0.8 沒錯沒錯 而且這個市 真的是幫大家重新整理 跟計算最新的股價淨值比 那我們透過這個表格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股價最便宜 就是股價淨值比最低的 就是國橋 那相較之下呢 華夏亞聚跟聯成也還不錯 那要特別提醒大家的是說 因為其實國橋跟聯成 法人買的沒有特別的多 看走勢圖 好 看走勢圖 好 看走勢圖 好 國橋 不錯 不錯 然後聯成嗎 對對對 好 聯成 國橋跟聯成法人買的 就是一些些沒有買的特別多 可是呢 因為二線數化股呢 就是它的 相當之下它的股本比較小 比較容易飆 其實到今天為止 其實表現也都還不錯 所以如果大家對數化股有興趣的話 我反而覺得 就當然就是說 二線的數化股呢 之前長得比較多 聯成長得比較多 那有些主力對於 聯成蠻有興趣的 好 所以呢 那如果大家嫌那個大牛股 長不動的話 二線數化股還是可以做一些 好 我們看一下那個聯成 4.5元 聯成 這差不多 那本益比很低耶 對啊 今天可以估那麼高 其實我都是參考最新的 外資的評估的 研究的報告 那不到8倍本益比耶 然後那個 國橋 都不到10倍 不到8倍本益比 如果EPS沒看錯的話 對不對 因為很多的數化股 他們本來本益比就是 不會太高啦 所以我們一直都會有強調說 這些原物料的股票的話 我們還是要用股價鏡子比來 比較好 會比較精準 然後如果一定要我挑的話 說真的我會挑 國橋啦 對 我挑亞聚好了 好不好 我們看亞聚走勢圖 亞聚台聚集團相關的 我挑亞聚好不好 因為之前走勢蠻強的 好不好 來美若天仙 其實我覺得真的受惠的話 其實是台塑化 因為他是煉油廠 油還沒送來 我們這邊加的油 就先漲價啦 那他不都賺了 他賺那個價差 可是 我們真心還是喜歡比較飆的 所以呢 我還是會選擇 二線的 二線的話 既然要選的話 剛剛不是本益比低的 當然就是連成嘛 連成讓你價值連成 不是有句話這樣說的 是是是 你是學電腦的嗎 學電腦不是有什麼 對喔那是電腦的 劇降電腦嘛 又是你的劇 喔真的 記得我是劇喔 我其實真的很像鬍子 他反而是劇啊 然後來看那個奪魂劇 那個劇的劇 就變短了 好冷 你看我又贏了啊 他又要選二線 又要選小的 我選大的啊 台塑化啊 你看我是不是又贏他了 你看台塑化 我們剛剛一個月PK後 看哪個股票長得比較多 好不好 台塑化 最直接 原油社會 人家年紀稍長 那人家人家 好好好 好那個 剛才有講嘛 石油上漲最直接收回 就是最上油 就台塑化 但是其他的 像PVC啊 SM 那個都要看中間的 那個原物料的一個報價 所以那個跟原物料的報價 比較有關 跟原油其實 跟那個報價 不一定完全相關 所以你要去看他的一個 那個 原本那個原物料的報價 但是直接收回是台塑化 所以我會選台塑化 所以我會選台塑化 好 謝謝 所以大家這樣 每個人想法都不一樣 可是今天節目很精彩 至少覺得 油價標準 你知道哪些是受惠股 可是你要想一下 油價其實我們大家認為 好像都不會飆到100美元以上 覺得會嗎 會飆到100嗎 很難齁 因為葉檢游 我是葉延游 先鋒到谷修 暫時不會 暫時不會 未來不知道 至少目前看起來不太會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 真的真的很精彩 告訴你 這個原油之下哪些族群最標 看起來是受惠族群 看起來有受惠 跟受害的族群 其實今天節目非常精彩 我們每週一三晚間 八點準時正片上線 像這種特別節目 是隔天 二四 我們要上字幕 二四一 中午十二點之前 都會上字幕 然後跟你講一個特別單元 然後其實這邊 我們也歡迎同朋友 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我們頻道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 福利售 浪年財富 FREE FREE 好熱 好熱 台股有夠熱 你看我特地穿這個衣服 我還是熱 我滿身都是流汗 你們在想看這個早生 你也在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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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骼 嗨 怎麼這樣子 我的是7 我的是7 Histori 結果 還 真的耶 唱給右邊的嗎 我 還是很重要的 做我們每個一三晚間八點 對這三個話 對這還是很快 好 謝謝邝林瘋狂股是福利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的財富 BREAKBREAK BREAK